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二房工凭什么敢签长约 到底是谁让市产沦为私产呢 是不是得罪利约有就要被罢免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立法委员谢龙介 大家平安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也一大家好 最近苗栗有公庙 收到了后子幕的韩文 说什么呢 要求他们要签一份叫做 弹药浴囤点的支援协定书 而且传出至少有三间公庙 都收到这样子的公文 以后我们的公庙 难道要变成了弹药库了吗 消息传开 当然地方非常的恐慌 好 附近的居民就说 弹药的浴囤点就在我家的旁边 如果说我们烧个金纸 或者是说庙会放个鞭炮 甚至是天气很热 结果引发了弹药大爆炸 到底谁要来负责呢 好 还有人说 这弹药的浴囤点关系重大 不是应该要优先来征用 公家机关的土地吗 怎么把脑筋 动到了我们民间的公庙来呢 这弹药浴囤的地点选在内地 难道真的是要打巷战了吗 好了 那么现在事情闹大了 后备指挥部出来澄清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其实是考量战时的需求 规划要来结合民间的资源 来提升后勤的资源 韧性的一种演练运用 所以演习期间 不会真的去放食弹 他说这个是叫做程序性的演练 不会真的把弹药 放到宫庙里面去 真的吗 这个是后指部现代一个讲法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不放食弹 难道是要放鸡蛋吗 为什么以前不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演练呢 而且暂时民间根本无权拒绝 你放弹药 那现在如果只是演习 何必发函多此一举呢 军事专家张静就说 这恐怕有违 普世遵循的战争法则 那宗教场所就会 丧失法理的保护 变成合法的军事目标 顾力熊怎么可以容忍 像这样违反日内瓦公约的 情势发生呢 他说法律人的威名 真的是被糟蹋到了水沟底 好了 先前抹红妈祖 保身大地 官帝也是统战工具 那你有本事 为什么不去协调一下 牧师神父和长老 把弹药通通都 这个运到教会来去储藏呢 好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赖金德总统 他是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首度去释导了一年期的 异务异的异男 他也对异男们喊话 他说台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 我们多一分准备 多留一滴 和国家就多一份的安全 好了 不过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 最近针对 2024国防评估的报告 针对首度 对我们一年期的 异务异的异期 来发表了他们的影响评估报告 好 黄黄雄董事长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发现 致运役的缺缘严重 一年期异务异 极有可能会大量的 被分发到主战部队 国军一直在精简的兵力目标 今后势必要增胖 但是国防部却不谈 也不宣布我们以后的兵力目标 着实是令人不解 那么国军如果要扩编到 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应该要提出有力的论述 而不只是为了扩军而扩军吧 好了 在这个时候 却有人在内部找敌人吗 我们黑熊立委再度曝光了 大陆的渗透手段呢 他告诉大家说 你要知道啊 大陆现在透过了VPN可以掌握到 民众喜欢看的成人片的内容啊 而且看你看什么片 就知道你到底是自由派 还是保守派的立场啊 针对这样一个说法呢 馆长简直是受不了了 他说真的是笑破人家的肚皮啦 保守派和自由派 跟成人片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关系 到底是为什么 他说这个人已经发疯了 为了要骂大陆养芒果干 认为大陆利用成人片来大外宣吗 你脑海里面都是情色的东西 还会想什么政治啊 抗中保台还是统一台湾吗 所以让大家觉得 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但更可怕的是 这是不是其实是已经来到 认知作战第四部曲呢 首先啊 沈柏阳是说呢 小心啊 台湾几十万的第五纵队啊 接下来他告诉你说 包括了大学教授 陆沛 里长 公庙 通通都是所谓的高风险群 接着他说政论节目遭到了渗透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成人片也可以看出你的政治立场了吗 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要搞绿色恐怖 还是准备要来搞集权了吗 陆委会先是抹猴妈祖 保身大地官地也都统战工具 国防部呢 这个又把这个 不管这个国际公约 要把弹药通通放到公庙去 所以难道陆委会没有看到说 教廷跟北京已经共同任命主教了吗 为什么不敢说上帝跟耶稣 也可能变成统战工具呢 后子部也没有说要放尸弹 可是这功能并不是假造的 为什么以前不用这样演练 为什么教会不用支援来当弹药库呢 政府真的有跟老百姓说实话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疯了 第一个 你看过这么多场战争 古今中外 你有看过人家把武器弹药 放在教堂里面吗 放在教会里面吗 还是放在清真寺里头 你有看过吗 怎么会动脑筋 动到公庙的头上了呢 那民进党不是才刚刚 花大笔大笔的银子 去研究了说 关公跟马祖都已经是 中共同路人了吗 不是说关公跟马祖庙旁边 全部通通都是反律的了吗 你怎么这时候又要把弹药搬到庙里头去呢 你是精神错乱还是精神失常了呢 那你做这种决定的人 你是外星人 你绝对不是台湾人 哪个宫庙有多余的空间跟土地 给你放弹药啊 你告诉我 全台湾每个宫庙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土地 就是空间 停车都没有地方可以停了 想要有个像样的活动中心 庙要办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 给香客都没有办法了 还给你放弹药吗 哪一家的庙里头 有多的库存 仓库 空地 地下室 让你放弹药 你这不是要做异想天开吗 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另外 弹药是怎么样 随便有地方放 一扔就可以放了是不是 是放卫生纸吗 还是放垃圾桶呢 你储存弹药的部分 难道这个地方 不需要有任何的 安全的标准跟规定吗 然后你弹药放在那里 不需要有人看守吗 你这个是莫名其妙啊 你这等于是 你不只是污蔑台湾人的信仰 你更是把所有高危险的弹药 放进了我们的活动的社区里面 你要准备打巷战 你已经把整个台湾到处都变成是火药库 弹药库了 再加上台湾储存弹药的这个状况 状况跟设备层出不穷 才不久前 才有我们的士兵为了去搬弹药 结果把自己炸成什么样子 那你现在通通要把它放到庙里面去 那民进党第一次动我们公庙的脑筋 也不是这个 不是之前还要 这个叫做什么 灭炉 毁香 毁炉 灭香 毁炉 到底是怎么讲 就不让 不要让台湾人贴香就对了 厅里面不能有香炉 不能贴香 不能炒香 你可以减香 你一下子要全台湾的人 通通都不可以放香炉 然后呢 通通放你的弹药 你这个很恐怖啊 你这比纳粹还可恶啊 你这比纳粹还恐怖吧 有人这样子搞的吗 我这民进党谁出的搜主意 为什么顾立雄当了国防部长之后 我差点讲战争部长 他当了国防部长之后 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鬼点子 搜主意层出不穷呢 是顾立雄自己想的吗 哪个天才想的你告诉我 还是又是美国人教你的 这个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嘛 那每一次军方有这种 让大家听了以后就傻眼下巴掉下来 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些idea 记不记得那时候要我们的中学生 要我们高中生来造册呢 随时打仗的时候就要征兵了 然后跟正式一模一样 然后马上被新闻一跑出来之后呢 全台舆论哗然 然后每一个人都反对群情激愤 他就马上说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只是只是什么点点点 我们现在点点点可以用来造句了 只是点点点点点 没有真的要造册啦 那所以呢随便说说而已嘛 每次都是等到大家出来反对 家长出来反对 这一次可能是里长出来反对 对不对 公庙出来反对之后 行不通了以后才说 没有我们只是想想而已啊 连想都不该想 你脑袋坏掉进水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真的是疯了 这种东西连想你都不应该想的 其实今年大选之前的一周啊 也曾经传出军方要在高雄的公庙 设弹药库不是吗 当时陈美亚就拿出了一份 左营弹药分库的公文出来质疑 而市长陈其迈澄清说呢 哎呀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规划 并不是针对平时啊 结果现在呢 后子部又说要在苗栗设弹药库 可是现在说法是说 变成是演习的时候用 到底哪一个说法是真的呢 之前民进党才举办了座谈会 不是指控说高雄市区有的妈祖庙 被统战染红啦 还说一间妈祖庙被收买呢 就会影响到民进党925张的选票 改投国民党 那后子部啊 现在要把弹药放在公庙里面 这样真的安全吗 好啦那你要放弹药 就把人家当成是民间资源 如果你要在内部找敌人的时候 难道又把人家当成是 第五重队高风险群吗 这样不会觉得很错乱吗 龙姐 根据这个日内瓦的公约 它第五十三条是这样 就是说宗教信仰的场所 你不可以作为军事用途 或者它国际法的保护效力就会丧失掉 那你今天囤了弹药以后 它就可以变成是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没有教会 没有教堂 为什么是公庙 我虽然去过教会 我也不排斥其他的信仰 但我从小就在公庙长大 所有他讲的保身大地 官地君 还有妈祖 那个几乎都是我 每天进进出出 就是在这些 他没有点名到王爷 现在就来拜王爷 你要看到民进党的套路 很厉害 他先告诉你说 这个公庙都被统战了 然后两岸因为可以交流 过去有一段时间 是因为宗教交流 那宗教交流因为大陆 它这个教会跟教廷 它还在谈 所以等于跟我们这个交流就少一点 可是一般的公庙交流就多了 而且我们去看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拜的这些公庙的 就是他的母庙 就是在大陆 可是最近有很多 有一部分是大陆从台湾分岭回去 就反而他是来台湾 譬如说保身大地 他来台湾分岭回去 这从一百六十几年前 到五六年前都有 那这个就是这是一种实际上的交流 那他现在 民进党很理解这些 民进党很多支持者 很多他的公职人员 也都是公庙的负责人 只是人家大陆的庙方来交流的时候 他有时候是以这个角色比较敏感 他不愿意站在第一线而已 那他现在把你说 公庙就是统战的一个工具 然后一个公庙大概可以影响 拜妈祖的影响九百二十五张 我们知道他也要什么 那王也是影响几三票 那保身大地会又影响几三票 他们已经算到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 他故意把这个公文发给公庙 他是在恐吓你 你最好不要再交流了 你如果继续交流 那两岸准备要开干了 他就是准备要挑起两岸的争端 那我就会把这个弹药 弹药库就摆在你这边 让你这个公庙成为被攻击的地点 你心肯有夠败 你心肯就有夠败 所以他是在恐吓我们这些公庙的执事者 那你再看看整个统战的手段 民进党的统战手段不输共产党 他比共产党没有差太多 他谎话讲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 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 这个国民党在教育的时候 在学校说共产党是很厉害 话讲一千遍变真理 现在民进党每天讲谎话 每天讲谎话 而且他很厉害 他可以创造危机 化为商机 我们现在缺口罩 他就把这个口罩弄到国家队 然后本来一块半可以买到 最后变成五块半 然后我们现在缺蛋 让你恐慌蛋都涨价 最后他去创造商机 他可以好几亿去买鸡蛋 缺疫苗 让你觉得说我们国家缺疫苗 他开始挡疫苗 然后他们找一家公司来制造疫苗 现在我们医院在缺这个点滴 点滴输益 我们有一家公司 他就把它停止 说你不按照规矩来 但是他那个价格压到很低很低 压到你真的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违规 我就把你停了 停了以后 他创造危机 现在医院在缺疫苗了 缺这个输益了 我又这次到底是找公司 还是小吃店我不知道了 那个公司还没出现 他又搞成商机 又用了三四倍的价格 又去了 又去买进口的 这个缺疫进来 你看民进党多厉害啊 所以他现在说要公庙 我现在要把这个公庙 炸弹 火药 到底是刺针灰弹 手榴弹 还是子弹 这个药有分类 只要你乖乖听话 以后妈祖 拜妈祖了 我不要再输九百二十五张票 你再把这个票这样低下来 我就少放几颗 这个手榴弹 子弹 或者是飞弹 火箭弹 你在搞什么了 我们现在换一个国防部长来 一来就给你搞这一套 但我觉得整个分析下来 就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就一直 因为我知道赖清德 你背后谁在挺你嘛 那长老教会这么支持你 为什么这个长老教会 不要都放几颗啊 我对长老教会没有意见 但是我知道你们很挺他 为什么不要放几颗赤真灰弹 教会教堂就要保持这个宗教地方 然后就不能打 那我们的宗庙就要摆一些 这个子弹 炮弹 手榴弹 还是飞弹 可以这样吗 将心比心好不好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难道来 我现在用台湖说了 我们这些阿伯阿伯 你们如果在看这个节目看到 你们就知道看民进董 多心肝多壞就好了 炮弹 手里弹 火箭大 要放在我们的苗口 苗来 没有什么地方 我刚才来问说 我们苗楼都放到要死了 我跟你说 心肝下面一定会有的 心肝在坐下面 那个心肝 我们想到保比想到 我们以前说 妈祖有没有 女厨代仙 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 二次大战 说妈祖出来 当天神尉 把你带大 神起来 神起来 牵在旁边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老婆 老公在走空手都秘密 在神堂里面 在神堂的下面 你这儿阿伯 我现在说给你们听 他用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要叫台海发生战争 台陆的炮弹 就可以打我们的广苗 他把这个炮弹 放在我们的广苗里面 我们就想去保护 我们就想去保护 你准是以国际法来说 我们这儿如果不放炮弹 它是不给我们炮 就是说这是一个 忠告信用的中心 我们在走空室 万一发生战争 我们可以用在那儿治疗 做医疗 我们可以在那儿去牙 撇篮 我们可以集中在那儿 你听好吗 现在你如果放炮弹下去 炮弹放下去 这个地方就可以成为 比公共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幼 就要放炮弹 为什么那些狗藏 不必放炮弹 这样他们是不是 心肝有狗败 穿上那儿 不要这样分 你现在是要把我们走 像到阿伯所面的 分开就对了 那你以后怎么在台湾 团结两千三百万人 真的发生了战争的时候 你拿什么来团结 两千三百万人 忘心关小话 不要这么赞议 我们现在看到 已经在民间找地方 放弹药 然后也有一些报告 分析说 其实我们可能要扩军了 但这时候 怎么有人在内部 拼命的找敌人吗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日前在节目上就说 小心哦 大陆可以透过个人使用VPN 翻墙看情色片 来掌握你的政治立场 这非常危险 但资安专家就吐槽了 说其实呢 这年头到底谁还要翻墙 才能够看到成人片呢 甚至是资安专家也吐槽说 翻墙其实是用一个代理人的IP 这样到底能够查到 是谁在看片吗 好 再一档讽刺 沈不央要不要先说说看 到底是要看哪一种片 才是属于台派呢 好 炮轰 这个民进党立委 是不是又在搞 这个抗中的认知作战呢 其实沈不央现在好像已经演到了 第四部曲了 第一部先说几十万第五众 对 第二部说呢 有陆沛 里长 公庙 大学教授 都是高危险群 高风险群 第三部说有匪谍已经渗透到的 政论节目了 好 如今现在是连看个成人片 都可能被渗透吗 这到底是想要搞什么呀 难道是要搞绿色恐怖吗 好了 如果不赞成这种论述的人 再不赶快说出来的话 会不会到时候最后 等到你自己被贴标签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可以出来帮你说话了呢 士诚哥怎么看 你知道 远宜 我每次回答沈柏阳的问题 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 就好像你指着一个 松山某病院的病人说 刚刚讲的话你评论一下好不好 我无法评论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有听这个对岸 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些广播 然后呢 对不起 他说某某某某同志 你送来的礼物我们已经收到了 以下几组号码请超收 4568 4568 1234 1234 那就是送密码 那现在呢 我们如果透过 透过这个VPN 就是那个 这个虚拟的网络 就是不透露的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 这样子去看大陆的成人片 那大陆成人片在某些地方 它开始 开始作为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呢 不是我们平常听到了 而是 请超收 4568 4568 1234 1234 大陆的那个 在床上这些行为 变成号码了 哎呀 果然是认知作战的 你有看过这种A片吗 我只能这样评论啊 莫名其妙嘛 你知道吗 真的很莫名其妙 沈柏阳先生 您的黑熊部队 现在感觉很像黑熊部队啊 对不对 你做了这些行为 你讲了这些话 我们没有办法 用一般的逻辑去评论你啊 那叫我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讲这些话 我们 对不起啊 不是你所说的这些人 你知道刚刚这个 我们这个主持人讲到说 到最后啊 我们如果自己被贴标签 没有人听你说话了 我想起二四大战 德国宗教领袖 叫做马丁尼默 他在这个波士顿的 一个纪念碑上说 他说呢 当初纳粹去追杀 这个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 所以我不说话 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 所以我不说话 追杀公会领袖 我不是公会 所以我不说话 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所以我没说话 他最后一句话非常严重 可是当 他说当纳粹来追杀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替我说话了 各位 我们现在要替自己说话 我们不要被一天到晚 扣一些奇奇怪怪的帽子 讲这些奇怪的言论 连大陆A片就可以认知作战 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各位 好朋友 我们要替自己站出来 像这样 沈柏洋这样 他还说 我们断章取译 人家就把整篇给你 打字幕给你打出来了 断什么章 取什么意 敢说话 就要自己承认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我们的气氛 真的是兵凶站围了吗 台北政经学院 也发布了2024的国防评估报告 这就是民间首度针对了 这个一年期的义务役提出报告 他们就预期说 这个一年期的义务役 会造成三个方面的影响 包括了会直接冲击 我们所谓现行21.5万的总员额 再来包括人员的维持 作业的费用到2029 还要再暴增168亿 最后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军战略 还有这个兵力的规划逻辑 报告就说 因为志愿役的缺缘是非常的严重 未来非常有可能 义务役就会被大量的 分发到主战部队去 所以黄黄雄就说了 国军一直精简的兵力目标 一定会再增加的 所以国防部 你为什么不谈 你的兵力目标是什么呢 而赖总统说 我们要多一分的准备 但是国军到底要 扩边到什么样的规模 不用提出一个有力的论述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因为你看到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真的已经很缺兵了吗 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 要来备战了呢 这时候还看到有些人 在这个内部自己来找一些敌人 然后还说我们连 这个用个VPN去看一个什么片 都会被人家掌握你的政治立场 这到底是 我们该怎么解读 这一切荒谬的现象呢 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来回应一下 刚才龙介兄所说的 他讲的第一件事 是非常严肃的 他提到日内瓦国际公约 第53条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就回想 以哈战争 当以色列炮击医院的时候 炮击医院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骂他 你怎么会打医院呢 他讲的医院是 那里面有藏着军人 那里面有藏着武器 他说地下室有哈马斯 所以大家就不讲话了 如果说你现在明目张来 你不管在哪个地方 学校 教堂 或者是那个宫庙里面 或者是你民间拥有武器 人家打你啊 你就没有话说 因为四同作战部队 这是非常严肃的 我们以前讲什么例子 以哈战争现在是进行事 以色列就是炮击 就是说你里面有军队 你里面哪个地方有军人 我们现在讲现在黄黄雄先生 他是在五年前 所成立的台北政经学院 当时成立的时候 他也去募款 他仿造英国的LSE 这个叫TSE 台湾 一个是伦敦 伦敦政经 他们 台北 他们就是想要去用民间的力量 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当然这个提到的 你不能讲说黄黄雄 它是 它有什么颜色吧 他提到这个东西 让我回想 台湾从今年1月1号开始 为什么我们毕业延长到一年 这个经过了多少 多久的时间来做研究 大家都看到报纸说 媒体这 这是应美国的要求 应美国的要求 这个从弹出来到执行两年 甚至不到两年 但是我们回想看看 像国军以前的各种的军队的 这个裁军法案也好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都是我在当民意代表的 一个是叫做金石案 各位回想金石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997年开始是在李登辉先生当总统的时候 96飞弹危机之后 到2001年到陈水扁任期的第一年 这个计划 我听帅华明前委员讲 他当时在连山的助次 他说他们规划了 到开了多少研讨会 听过了美国的研究 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做出了金石案 十年的时间 做出了金石案 金石案之后呢 就2002年 又到2011年 这个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两案子 接着一年 都是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个历经的谁 历经的陈水扁族前总统 历经的马云族 他们都是非常尊重军方的研究 因为军方最知道 我仗要怎么打 我这个打这个仗 我兵力部署是什么 我要如何采 养军率很贵的 黄黄雄提到说 这个会增加 往后到2009年 会增加168亿 是每一年 但要试个 这198亿拿来做经济建设 可以做到多少 发银洋午餐 那个全台湾就够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这个案 这些案子 金石案 军禁案 我想立文在军禁案之后 他也当立法 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严肃 严寂 有计划 有步骤 的一个 一个裁军法案 两个裁军法案 所以说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国家的军队 到底可不可以打仗 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我们的战略有多强 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做过研究 没有做过规划 没有做过安排 只是美国 不管是军方 或退伍的军人 或者是他 什么什么人讲 台湾就买单了 台湾就买单了 我倒是很希望 我们的军方 大家都非常尊重 我们的军方的将领 麻烦讲出该讲的话 我们国家军队的方向 原额 到底要该怎么样 你们是专业人士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多家 因为这个基隆 东岸商场的产权争议 就有公民团体说 他们要发起拆凉的行动 要来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 据说第二阶段 5月11号就开始连数了 目前收集了有36000份 超过门槛 预计7月5号的时候 就会来送件 不过谢国良说 请大家放心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这整起事件来龙去脉 到底是什么 帮大家来整理回顾一下 在105年的1月1号 当时这个是 林佑昌市长的时代 大日公司就签了 OT契约5年的时间 然后委托范围 其实只有地上一楼 还有这个和平广场 顶楼的范围 好 很快哦 1月31号 这大日公司 竟然马上就去跟 NET的这个公司 主副公司 签约租10年 而且把地上全 楼层全数都转包 而且是交给NET 来设计 新建 还有营运 你跟人家签了5年的约 之后马上当二房东 转手就租给人家10年 到底是谁给你的信心呢 好了 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这几个日期 1月105年3月24号的 5月24号 5月6号 5月16号 林佑昌他主持了 三次的会议 就同日大约可以增建 二楼到四楼 好 那么不是就说 原本的范围 只有地上一楼 跟这个叫做 和平广场的顶楼吗 什么时候又可以增建了呢 这恐怕是已经违反了 叫做促餐法的规定了 变更了原本的OT 招票公告的 这样一个经营的范围了 好 到107年的2月 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增建的部分 取得了使用执照 可是却没有要求 登记产权给市政府 等到113年3月 谢国良 他的市政府接手之后 他们才单方面 主动完成了 这个房屋的登记 所以有长拿六年的时间 明明是个市产 结果好像变成了 业者的私产吗 所以现在谢国良 要被罢免 难道是因为 他得罪了绿油有碎 要被罢免吗 还有人说难道是因为 他挡了官商勾结之路 所以要被罢免吗 林又昌现在变成了 民进党的秘书长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基隆的拆良 全部都是公民 自发自主的行动 不过谢寒冰认为 他说林又昌这8年 在基隆搞了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事情 当然生怕别人 会继续查下去 那么罢良的目的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 遏止未来对他所有的调查 而王宏威则认为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 林又昌输不起 认为把基隆给丢掉了很丢脸 所以是政治的报复吗 但现在大罢免时代要来临了吗 因为看起来好像烽火连天 所以国民党也说 准备要来提案 在内政委员会 在本周要来审议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相关的 修正提案 并且召开公定会 所以国民党团的说法是说 这个提案要来提高罢免的门槛 因为现行的门槛太低了 连数的乱象影响到了民主 应该要来检讨并且来修复制度 不过柯建民 柯总招马上跳出来 讲得很凶 他说如果蓝白敢强推这个修法的话 会引起民意的反弹 把谢国良送上断头台 民众党的县市议员 通通都可能会被罢免 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民进党这二十年来 专门制造对立跟仇恨 劳保健保缺水电缺地缺关问题 你不处理怎么 就不怕民进党自己会被罢免吗 你这样呛下对台湾有好处吗 好 所以民众党现在也呼吁说 应该要比照总统副总统 所有的罢免 连数通通都要提供身份证 赢本 不要让大家有乱来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谢国良做法 不是才是维护了市民的财产吗 怎么却被搞这个发动 搞了一个罢免呢 这里面难道藏了什么 不能够说的猫腻吗 龙介维怎么看 我们讲公民团体 我听到了很爱笑 都是彻翼 全部都是执政党的彻翼 好 那你们要磨灭良心也无所谓 我今天很痛心在谈这种问题 你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民主珍贵在于政党轮替 那这个轮替的珍贵价值在哪里 就是说因为你只要官商勾结有弊案 如果我上来 我都消归潮水 那之前官商勾结我也继续勾结 我吃的是你的钱 是人民的血汗钱嘛 所以当谢国良上来的时候 他把钱朝八年你的沟窜 你想看看 在基隆市政府的土地上面 我打了租约给你 然后我租给你五年 五年以后你转租给他十年 那转租以后你还同意他加盖 好 加盖好了 按照合约精神 假如是按照合约精神 那这些建筑物就是属于基隆市政府的 那你到底为了什么不把它登记过来 没有登记哦 没有登记这些建筑物属于谁哦 你知道吗 好 那在没有登记的状况下 等于是真空的状况下 他们继续营业了六年 那谢国良上来了 上来以后觉得 这不合常理 各位朋友 你还想问 如果是拎刀就对了 拎刀做给我五年 我做给我飞红太十年 我又叫他楼上去政権 去去去的 他自己去去 去都给他去营 给他去营业 他又出座人 他又招商 那你这样 你回来处理 我突然会把你拔 有利吗 所以谢国良起来 这不行耶 你们知道 所以他整个重新规划 规划以后 他就去登记 把这个产权登记回来 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现在主权是我的 然后我重新公告 重新去招标 那你们去告 好 现在告 基隆市政府也赢了嘛 那一个要去查 前朝弊案的一个市长 你们怕白坑 坦白讲 要过25%很容易耶 他们中央有执政 而且议长又是总统的孙儿 那你看看 他要下多少资源 然后整个联署 跟总统不一样耶 我们总统要罢免 他40% 总统他现在得票40% 我们要罢免他要50%以上 才能把他罢免 再来他得票40% 我们要联署 要罢免总统 你要拿身份证引印 才能算你有联署 那你要罢免这个市长 议员跟立委 不用身份证就一直抄 公民团体 每个公民团体都 我的会员 我的学会也有两三百个会员 我也可以一直抄 因为不用身份证嘛 抄一抄 签名一下 送去很快 一接二接就达标了 那达标以后 罢免你 你市长是60%当选 他60%当选的 只要25%就可以罢免了 总统40%当选 要50%以上出来投票 才能罢免他 你说这个罢免法 有合理吗 当然可以讨论啊 可以讨论的 而且民进党 在这几年来 这五六年来 总共有四次的提案 说要提高 罢免必须得票 以上的票数 比如说你9万票当选 他要9万01票 才能罢免 这民进党提过了 你们小孩拔肥 就挡在担 老人的小孩拔肥 就挡在担 国民党现在提 也是提这样的法案 又不行 又会自毁前程 可总招又来了 所以我们是要让 因为本来我投票给你 民主就这样 四年我跟你有四年合约 你四年好好干 你四年不好好干 我四年以后 我就把你换下来 所以我让你四年 你给了谢国娘四年 他才要去查那八年的 狗屁倒灶的一些 官商勾结跟贪污的案 有没有不知道要查 他现在已经查到了 已经转换了 把他登记回来了 你怕了 就要把他罢免掉 我们一定吉利对抗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投资家 林又昌当金龙市长的时候 主导投意让Net 可以增建二楼到四楼 竟然没有登记产权 差一点让市场变成了私产 那现在他跑去当民进党的命书长之后 现在绿营上下 要来针对谢国良搞罢免 民主就质疑说 这个谢国良是不是因为 拿回了市场 而且阻挡了官商勾结 所以得罪了绿友友 才要被罢免吗 还是说林又昌的人马输不起 所以现在要趁机来搞政治报复 搞罢免吗 蒋万安市长都跳出来说 只要如果只是为了罢免 而来罢免的话 这样一个政治操作 其实对于民主是有伤害的 那民进党现在搞拆凉 甚至是不惜把情势要无限上纲吗 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大罢免时代 罢免大对决吗 这背后的盘算到底是什么呢 立文怎么看 这其实当然对民主政治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伤害 那民进党因为他不会执政 执政是非常无能的 但是经过这指示下来 已经证实了民进党 选举是天下无敌的 在选举搞选举这一块 国民党就死忌忌 所以呢 今天的罢免就是 选完了以后呢 我不认输 我冰的 再乒照一下 跟我们讲就是这样嘛 我如果让你谢国梁 好好地干四年 那四年之后 绝对不会有民进党的机会 但我今天 在你还没有开始干的时候 你还没有挣鸡的时候 我铺天盖地的 先抹黑你 打击你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罢免你 如果成了的话 不只是只有在基隆市翻盘而已 他会助长了整个民进党 在全台湾在那场选举 其实他就开始落岁了 所以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其实选得非常不好 那四成他还是当选了 在国会里头又是少数 所以他其实处心积虑的 要怎么样能够扳回 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局势 你今天如果基隆市 让民进党搬回来的话 他整个气势就不一样 再加上他现在一定要全国烽火 他要用基隆这一仗带头打头阵 然后后面带动全台湾罢免 立委的这样一个风潮 所以基隆这一意 民进党他基本上是有备而来的 不要再跟我讲说 是什么公民团体了 这一时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吗 也不用再演了 也不用再伪装了 就是民进党的侧翼 就是民进党在后面发动的 那谢国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掉以轻心 因为选完了嘛 国民党的人就是这样子 选举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要好好做事情的时候 但民进党不是这样讲 选举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我如果让你好好做事情的话 那我就永远不用再班师回潮了 而且挑了基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基隆小啊 你大的你说 台北 新北 桃园 台中怎么罢免 不可能嘛 因为那个太大了 相对的 他的这个要付出的成本高很多 所以就困难嘛 所以在县市长这个层级里头 那挑来挑去 当然是市值挑软的吃啊 从最小的基隆嘛 那在基隆如果能够罢免成功的话 这就在战略上面 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就有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战略 所以在这边 基隆市的部分 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不能够再犯上一次 韩国瑜高雄市长选举的错误 那时候因为没有经验 所以呢 你很难去判断说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很深的观念 就是觉得说 罢免怎么可能会过 门槛那么高 不要理他 对不对 冷处理就好了 但基隆不一样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基隆很小 所以他要翻盘比较容易 而罢免的门槛 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 因为刚刚龙建兄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罢免法 当然要修 当然要改啊 怕什么 哪里有每次选完 就输不去 然后不接受选举的结果 每天乱每天乱每天乱 台湾每一天都在斗卖 台湾每一天都在选 永无宁日 永远内耗 那什么时候做事 我问你 什么时候施政 我问你 那苦的 倒霉的是老百姓嘛 所以不能够在每天把罢免当做三餐饭一样 选举完了以后继续再玩罢免这一套 要让所有这一些选完了以后还不服输 还不甘心不死心的人要死了这条心 不然台湾有无宁日 过去以前台湾就是每年选举 记不记得 后来才把它修宪成为地方选举集中在一次 中央选举集中在一次 所以我们变成每两年一次全国大选 不然每年选每天选 兵皮马混永远在斗争 永远 每天在选吗 每天在选 台湾怎么可能会进步呢 所以回过头来 我觉得罢免法当然要修 那对于基隆这一场战争 应该要请全党之力 要把支持谢国梁的力量动员出来 在现在的这个罢免法的游戏规则底下 不能让民进党的奸计得逞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警方的按个赞 其实2021年 陈伯伟被罢免时 郭国文等17个绿营立委 就连述说要提出单一席次选区罢免案 希望罢免的同意票数必须要多于当选票数 才能够成立 被视为是陈伯伟条款 结果这次国民党提出了一模一样的法案 却被说是这个又是什么 毁线乱阵啦 一权独大等等 难道又是绿能 你不能吗 费员怎么看 可以预告 从现在开始了 立法院现在所谓的表决还在进行事的 同时台湾的大罢免时代开始了 第一次 第一站就是基隆 刚才立文在上一节讲得非常好 台湾以前每年都在选举 里长单独选 我刚选议员的时候 里长比我们早选半年 然后再选县市议员 还有还有在 然后这个反正每年 你看都是选 一选举啊 选举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嘛 就让社会上都觉得 怎么那么乱 所以当时不管国民党执政 或民党执政 大家都觉得 减少选举的次数 让执政的人 不管县市政府执政 或者中央政府执政 让他好好有精力去做事 因此把选举并成两次 中央成绩的一次 还有县市的一次 然后尽量把选举就合并 合并合并 这个 但是 现在开始 我相信 现在罢免基隆县 基隆县的市长 接着我相信 两党都可能会挑着 县市议员 因为县立法员 还不能 还不能罢选 要就职满 一年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县市议员 可能就会被提出来了 觉得有为 当初有撒卡都的 这样子案例 如果说国民党 民众党 民进党 或者时代 那个时代力量加上 大家只要觉得可能 你要像台北市 就有几个立委 就有可能会被 被罢掉 但是罢到底好不好 我当过民意代表 我觉得 选民给他的承诺 就四年 你好好做 四年以后 你不好好 你举立当民代表的 你不好好去监督 你还去搞 搞这个 搞几脸三 去搞这个 不该做的事 或是县市长 你的 你的师生很烂 你图利他人 这个时候 四年后 选民就会给你一个公爵 这个我是觉得 罢免 不管之前 民进党提出来的 跟国民党 现在提出来 要修改那个选罢法 平常讲 我觉得都有道理 因为平常讲 我九万票当选 我七万票就会被罢免 觉得是合理吗 这个就思考一下 当然 这个现在是三党 三个政党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否则 否则这些事情 周而复始 以后又回复到 每个月都在选举 还不要说每年选 每个月都在选 今天罢免了台北市的 明天又会去罢免桃园的 再来去罢免高雄的 周而复始 请问每天新闻版面 都被这些事件给占了 这些县市政 县市长 这些这个总统 他能够好好的去办事吗 我是觉得 国家俱乐器